假如是小于等于7,也就是这个名字是等于7也算,可以第7名,反正我就要抓出1到7名 然后帮我把前面的这个地方填一个由7桶变成黄色 那如果假设我不想要用人工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你可能也不写程式的话,那你如果写VBA也可以啦,可是如果假设你不想要写程式的话 那这边是有个叫设定新增规则,设定格式化条件,记得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新增规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给它一个规则,它会按照你的规则 然后去帮你把你要做格式的地方给它颜色 那所以呢,这边有几个观念 第一个,你要先把你要填油系统的可能的范围先把它选起来 所以要选的范围就是从1号到42号 所以你游标放A2,Ctrl-Shift向下 记得哦,选的时候只能够选这边,你不要选其他地方 因为如果你选其他地方的话,它就会其他地方做格式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选你要可能格式化的范围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的 那可是会有条件 条件在哪边加? 第一个,先选1号到42号 第二个的话呢,在这边选择叫新增规则 那新增规则的话呢,当然这边有很多种规则啦 你是要按照什么值得,什么什么 其中跟各位讲,上面五种都不行 上面五种,第六种才可以 就是使用公式哦 所以这里的话,最难的应该是这一个 但是最有用的其实也是这一个 就是你新增规则之后呢,使用公式来决定哪些要格式化 那哪些要格式化,跟各位讲 这个有点难,有点比较要需要记得 这个规则的话很简单,就是当它的排名 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所以它的规则是这样 新增规则之后 所以你在这边使用公式来决定 然后你又不要放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你就有点像直觉的讲话 当的话就是等于 当 哪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12 储存格 小于等于7的时候 OK 所以当 这个12的储存格 它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那就帮我格式化 格式化的话底下就是格式 然后呢 找到填满 填满就是填油漆桶 油漆桶就填满 填黄色,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这样OK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 实际上明明不是 那个什么呢 12一直到 应该底下到143吧 那为什么你只输入12呢 跟各位讲 它这个公式很妙 因为呢 我们这边选的范围 有42个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12指的是哪一个开始的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你选了一个开始 它就会知道说这个是头 这个是第1次 对不对 那因为你选了42个储存格 所以它会一直往下跑 帮你跑42次 所以刚刚好 这个就是它 它要跑的范围 所以它会先12 然后在下面变13 再下面变13 所以依此类推 它会一直帮你往下 那当 可是问题你选的范围是这边 所以它只要这边是 小于等于7的话 这边就帮你把它格式成黄色 所以理论上这个是不是 这个不是吧 所以一直往下走 找到这个对不对 这个是对不对 所以这个帮你填颜色 填成黄色 应该是这样概念应该懂吧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蛮 蛮好用的 可是真的很不好做 常常会做错 所以记得 1 先选范围 这个step 1 2的话呢 记得 是从那个什么 新增规则 那个什么 条件化格式 找到这个 这个是2 3的话输入这个公式 这个是4 这样按确定就OK了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结果OK 如果结果OK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表示没有错 如果你这么复杂都做得出来 那表示算厉害 OK 真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看到 12有吗 有 21有吗 有 有没有 答案对不对 答案都对 好不好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而且他不用写任何程式 只是说 他真的要 非常非常小心 一个动作做错都不行 真的 所以做出来应该还蛮有成就感的 这么复杂都做得出来 简直 觉得 做出来感觉就蛮开心的 但做不出来就觉得心情不好 OK 不过啦 你只要注意细节 我觉得 学习工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真的不要 求快 一定要求正确 我觉得求正确会比 速度来得重要 慢慢来没关系 还有呢 你用理解 像我 你说老师 你怎么记得这么多 我都是 先理解 然后呢 知道说原来他原理原则是这样 所以我就照着做就OK 所以我再把重点做一次给各位看 所以 第一个step 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所以游标先放A2 Ctrl Shift向下 Step1 Step2的话呢 就是常用里面的新增 条件 那个 那个 条件 什么 设定格式 条件 条件式格式 这个名称好像改了 新增规则 找到这一个 然后呢 他的 公式的话 我是先选第1个 哪个开始 就是当 所以先打个等号 这个就是你把它想象的 当 12这个储存格 它是开始 小于等于7的条件 所以它是第1个 所以12底下就一直到143 所以这个是一个头就对了 第1个是这样 然后呢 要做什么格式 就是下面这个 把它填成黄色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作业 就是请你把这个最后 练习的结果存档 然后上传 到Porto 这样子就OK了 好 谢谢